大家好,我们是国宝杂雄妈儿 今天是个特殊的日子 不听说一群台湾或达瑞同学 不愿玩力专程来看我们 哈,国宝的美丽九十大呀 都说明一时为天 咱们胸也是一样 东西对我们来说是人生大事 大家都晓得 我们最喜欢吃的就是猪子 屁股一桌,两桌一身 躺着吃猪子就最安逸了 话说你可别小瞧这猪子 我们每天要吃大概三十公斤的猪子 这可都是我们亲爱的奶爸奶妈们 帮我们精心挑选 清晰,运送到我们身边的 即使我们百分之九十九的饮食都来自猪子 但是我们不能吸收里面的酥纤维 没有足够的能量 为了减少我们的能量消耗 所以大部分时间你们看到的我们 都是这样的 这样的 还有这样的 当然除了猪子我们还有其他可可的零食 那就是窝窝头 这是转捧为我们特制的 实在是太当心作迷了 这种窝窝头是由掩埋 打斗 打米等数量组成的 可有营养了 苹果也是我们极其喜爱的食物 但是我们吃的苹果可不容易了 两九首会用一根竹杆把苹果掉的老狗 据说这可以锻炼我们的猴子力量 帮助我们繁衍猴带哦 好了 现在看看我们做的怎么样吧 两九首们为了给我们营造熟食的生活环境 他们付出了极大的努力 你们看 我这里山青水修 女树陈宁 两九首们还为我们准备了轮台 吊唱 席台这些红种学士 我们的生活就再也不单调了 当然看我们怎么过来 但我们其实还是以为懂哦 希望大家能继续关心我们 包括好大自然 你们才能一直看到 可爱的我们哦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